這裏是隔離海岸的第20棟 第20棟是最前排的屋苑 全是最美麗的海景 所有隔離的樓房都是靠近遊艇碼頭和公園的海景 所以這裏的屋苑價值會高很多 平均叫價新樓都要4-5-6萬元 屬於樓房地段 現在這個單位是未住過業主 都是用來投資的間中回來打數下 他都不會在這裏住 這裏是三房兩個浴室的住宅 裏面有一個大入戶的陽台 另外門口還有一個百多呎的入戶花園 所以可以三個房間 再加一個儲物房或者一個書房都還可以 現在看出去就是一望無際海景 是最美麗的位置 這些天氣看出去又不會太曬 但是又彩光度又足夠 又不會覺得熱 而且這邊向著東南面 所以經常有海風吹過來 由冬天亦都不會有很冷的情況出現 即是說這裏可以做到冬暖夏涼 由空氣流通 這個是中層高度的單位 但是看出去已經是很開揚 完全都不會有什麼景觀上的障礙 前面亦都不會再建建建建物 如果是要買新樓來說 去售老婆買新樓來說 它平均價錢也要45000-6萬元一平方 以45000元為例 它省到已經省到90萬-100萬 這邊的業主用來投資的話 很少會出租出去 它也是要保持房屋新正的 它只是用來保值投資 這個單位已經滿了兩年 它的稅也不太高 約12-13萬左右 你怎麼計算都會便宜過新樓很多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目前隔離海岸的新樓 全部都去到200多平方 它現在的總價都要超過 1100-1300萬 沒有什麼小單位可以出售